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下1962年中国和印度的战争 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和印度又因为边境的问题发生了争斗 蛮横的印度人在边境胡乱而为 并且印度媒体将55年前的战争拿出来说是 那么在55年,中国和印度的战争对于印度来讲到底是如何的呢? 在今年的中印边境问题上,印度的高官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2017年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 由此可见,当初的那场战役对于印度来讲是多么的刻骨铭心 最近印度斯坦时报刊发了一个故事 故事讲述的是在1962年中印战争中,一个家庭的迁徙故事 故事是根据一个印度婆婆的口述来撰写的 这个婆婆有七个兄弟姐妹,她是幸存的五个中的一个 1962年11月,当时印度婆婆只有22岁 印军从阿萨姆帮撤退,于是恐慌开始在当地蔓延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雅鲁藏布江等待渡江避难 她见到很多印度高层人员以及英国人开着小心飞机离开战区 而自己在家里等待家人带她离开 终于,她的姐夫开着吉普车来接她一家人离开 于是他们就带了一些米和大豆,用来在路上冲击 而家里的钱都给了父亲 姐夫开着车带着一家人赶往雅鲁藏布江乘船 当到了码头后,她看到码头非常混乱 码头挤满了人群 她看到一个尼泊尔人带着小孩在哭泣 一个英国妇女带着小孩也在哭 一位妇女在沙滩上分娩 而他们一家人在姐夫的安排下成功渡过了雅鲁藏布江 第二天,他们到了暂时居住的地方 并且老婆婆的丈夫也来了 但是第二天就走了 接下来他们就到市场去买东西做饭 后来他们听说 当地的官员在机场附近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送上了飞机 官员自己也上了飞机 而几个年轻人自己组建了一支防卫部队 希望能够保护这些老弱妇孺 据说当时政府安排炸毁当地的电站 但是由于没有人执行命令而放弃 而银行都把纸币烧掉 把银币丢进池塘里面 监狱和医院的工作人员都逃走了 于是那些囚犯也跑了出来 那些囚犯都到池塘里面捞钱 并且在高喊着中国万岁 对于印度来讲 当时的战争也不是单方面挑起的 就如今年的局势一样 印度方面确实是在无端的制造麻烦 而印度高官所讲的那句话 不仅是无知的 而且存在很大的挑衅成分 讲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会说 印度敢这么做 必定有人在支撑他的行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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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